请猜猜看草莓是农药第几高的水果 第一高 那应该很高吧 应该很高吧 因为感觉它不太会被虫去咬它的果实 第二高 就是苹果草莓跟蓝莓 苹果那么高 如果之后有举办类似的活动 你会想要带小孩子一起来认识有机跟绿色产销相关的观念 会想要带孩子一起来 愿意 愿意 就可以多知道一些相关的知识 因为就是吃的话是很平常在用的东西 所以多了解一点比较好感 总而言之后来还是我们好说歹说派出强大的义工 然后去跟他家家户户拜访 后来就终于有七个农友 就是愿意来加入我们这个绿色宝玉 那终于也是在很多义工的还有消费者的支持下 因为我们就会跟大家讲很多放水质的影片 讲这个故事邀请大家来支持 所以后面呢 从七位农友开始我们就慢慢的开始有了我们的绿宝菱角 那这个菱角呢出来之后我们就会贴上 大家有看到标章吗 对 我们就会贴到贴上这个我们的绿色宝玉的标章 大家觉得卖得好吗 谢谢对 卖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它的价格当然一定还是比外面比较高 当然肯定的 因为它不能喷这些东西嘛 所有的草 水草都要自己去捞 那我现在自己在我们农场也有种一小片菱角 有一种叫做什么螺的 菱瘦 对 菱瘦好爱吃 所以呢又要花人力去捞 然后它的卵 每天几乎都要去捡那个蛋或是菱瘦 然后捞水草 捞完前面捞完后面又涨 就是每天都在做这种事 所以人力其实成本很高 然后呢还有它还是会有虫啊 因为没有用药 所以收成就会变低 所以相较之下呢 其实它的售价高是很理所当然的 好 总而言之到最后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呢 我们从第一年的7个农友 到今年呢 有29个农友在我们的官田中 这个绿色保育的菱角 那部分的农友他自己也有申请有机验证 就是他可以的环境 那他都符合刚刚我说的这些 友善环境跟不用药的条件 那总共是42公顷 那刚刚他也有讲到说 人家交友越来越多 大家觉得经过推动之后 有没有变多呢 谢谢大家 真的其实在那时候 从400多只 后来大概300多只 那经过这样的推动呢 我们再去调查呢 真的逐年上升 现在也有两三千只以上的水质在台湾七行 那当然也不只是我们自己 除了绿宝之外的这个成果 还有很多的单位也一起共同在努力 好那除了水质跟菱角之外呢 其实我们也把这个概念 希望带到全台湾各个地方 因为水是就只有在这边嘛 但是其他台湾有很多保育类动物 或者是很多的农田需要守护 很多的地方 我们就开始推行这样的生态的农业 那其实他对消费者也是很健康啊 因为基本上跟有机的内涵跟精神是一样的 好那所以现在到今年呢 农友全台湾有将近400位的农友 开始在做这个绿色保育 然后呢保护到的动物呢 除了水质之外 还有总共45种的动物 那另外我们也有另外申请7地营造 就是他们有营造好的环境 他也可以来申请 有将近200个农友 加起来总共将近600公顷 在做这个绿色保育 就是希望未来呢 各位消费者各位好朋友 也可以去多多支持 不管是有机或是绿宝 或其他友善的产品 最后一定要讲一下 那小朋友怎么可以参与呢 好其实最简单我觉得真的就是 因为我们在做应该很多都是家长 或是未来的家长 我觉得家长其实最关键 家长的老师都非常关键 先有我们自己先有这个概念之后 然后多认识了解 那当然吃日一个最直接的支持 那除了这之外 我觉得像学校 台湾现在也推很多的食农教育 还有很多的单位 像我觉得风食也很用心 还有很多人在推动 这些活动啊 这些网路上的资源 都可以出去多多的参考 那甚至呢 我觉得逛市集也非常棒 我自己以前在纽约念书 我就很喜欢去逛他们的farmers market 就是假日的农夫市集 因为在那边你就可以直接面对面 跟农友聊天 他会跟你分享很多 那我觉得带小朋友去 也是非常好 可以认识这些蔬菜水果 那最后呢可以种菜 现在学校也有种菜的活动啊 那我觉得自己家里 今年又特别的郁闷 都关在家里不能出门 所以呢 也有很多人在推这个疗愈的 种菜的这种蔬菜香 我觉得这些种种 都是非常好的接触机会 可以先去认识 我觉得先喜欢他是最重要的 好 最后呢就要用这个灵物局的这个slogan 我觉得真正关键就是 我们怎么吃是决定地球的未来 那我觉得可以更进一步 我们怎么吃 决定我们自己的未来 决定我们的孩子们的未来 那今天很高兴分享这些 希望回去之后 我们大家一起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